1月17日消息,在上一场NBA常规赛中37分惨败给绝经之后,无人当家球星勒布朗詹姆斯一直保持沉默 17日,詹姆斯终于更新了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观看橄榄球比赛的动态 在1月16日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中,无人96比133不敌绝经 无人输了37分,这是詹姆斯职业生涯第二大竞赋分记录 最大竞赋分记录是2019年2月5日输给步行者的42分 这两场比赛都发生在无人时期 本场比赛结束后,无人的战绩来到了21,胜22负,胜率再次不足50% 或许是因为心情比较沮丧,詹姆斯本场比赛后没有接受赛后采访 本赛季至今,詹姆斯为无人出战31场,场均出场36.7分钟 得到28.9分,7.5篮板6.5助攻1.6,抢断1.2盖帽 个人表现可以说是十分出色,但是人不足以带动球队赢得胜利 而在缓了一天之后,詹姆斯终于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张 在家休息观看NFL橄榄球赛的动态 詹姆斯还是和往日观看比赛时一样 整了一杯红酒,而在电视机前摆放着四座NBA总冠军奖杯,十分显眼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一个本可以做项羽的男人结果 选择了做吕布,确实是爱这些表面的荣誉 所以下场时,会经常看数据,没吸七个金球 也没这么整啊,六个东部冠军呢 我就想问问冠军奖杯,是冠军队一人一个吗?哈哈,我也想问 如果不是,为何几个奖杯都在他家里打球只是工作而已 詹姆斯太希望队友能打出来,但却对队友要求不那么严苛 这个赛季太多队友都比较拉胯 为什么奖杯会在他家里而不是球队 我猜是仿制的总冠军太难了 强如詹姆斯,如此漫长的生涯才四个 奥尼尔四个,科比呆呆五个,老爷子连续三 三,爱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外在大于内核 几本书看的最多就属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 他这电视有点像监控,老詹内心很透彻 现在就奔着总得分去了,再就是儿子的未来 至于总冠军那就看缘分吧 三十七了,该有的都有了 奥布莱恩杯也跟总冠军戒指一样 每个冠军成员都有还是说老詹自己花钱整了复制品啊 老詹家装的是拼接瓶啊 以前都是觉得老詹神一样的人物 终究还是人一个凯子战狐人 一个勇士战骑士被联盟安排的明明白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